哈喽哈喽,大家好,爱生活,爱无美,让我们一起无起来,这里是无美解说,很高兴于大家在我们的雪莺领主见面了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我们扫荡的讲解 首先呢,让我们以不成主为例 当我们打开不成主之后呢,会发现我们如果想进阶不成主的时候 然后我们必须是有一些进阶的消耗,无论是我们学医师啊,还是我们各类的一些神经 这一些神奇的一些进阶材料,都是需要我们积攒,然后通过来这个进阶我们一个关卡的副本来获得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真的是需要我们一遍一遍的去刷我们的副本吗 还是我们会有一个更加便捷的方法 然后去让我们快速的让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人物有一个生性和进阶呢 然后我们来挨个看一下 比如说像我们的静秋也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材料不一样啊 比如说我们进阶到品阶变成一的时候,可能需要的是避于心类 比如说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避于心类的种子,这个这个进阶产品 然后当我们变成这个二阶的时候就会需要其他的东西 当我们这个品阶越高的时候,我们需要的这个材料呢就越稀有 并且要求的数量也会越多,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时间去让我们一遍一遍打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让乌妹来告诉大家,我们以静秋为例 像现在我们静秋现在还需要18个我们的避于心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获得途径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家族商店和神秘商店 这个我相信乌妹不用多说,大家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贡献值啊 还有什么在我们挑战中获得的一些其他的一个兑换值来进行一个兑换 其次呢就是在我们固定的几个副本中可以获得 比如说我们的6-7的一个移水寻摩,还有7-7的轮回者烈火都是可以获得的 所以说我们只要是进行一个前网,然后可以点击扫档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要求的,大家可以看到 好,这个直接扫到了,然后让,因为我们已经刷到了三星 我们这个扫档的要求呢,就是说我们必须 在这个副本中,这个小副本的这个章节中,我们必须三星通过这个关卡 然后或者是我们这个充值VIP满到三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无限的进行一个扫档 当然呢扫档也是消耗我们体力值的 所以说,大家当然不可能无脑的扫档,合理的进行一个安排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是想进行一下副本的网上的一个更新 然后当然就大家要预留出一些 比如说或者是我这个必须心觉得我刷够了 所以说大家就不要更加无脑的刷 毕竟每一次消耗我们8点的这个体力值其实还是蛮多的 所以说大家应该有一个全横来看我这个扫档的次数 像WOMAN呢就是基本上是每次扫档够以后绝不再多刷一次 因为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体力来去扫档其他的 然后我们持续的进行一个扫档 大家可以看到到我们这个VIP3的时候可以一次扫档十次 就是更加便捷有效 然后我们这样就刷满以后也可以关掉它 然后再刷其他的 然后不同的宝石啊就是有不同的副本来获得 所以说大家可以自行解决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主要为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 这个获得这个扫档的一个途径 然后扫档有什么用 希望你们喜欢 拜拜